夏天解渴冰凉水果茶又酸又甜 喝得到茶的甘醇又能喝进水果营养成分 但要小心越喝越胖 根据调查看起来最无害的冬瓜柠檬 喝下一杯等同于吃尽14颗方糖 冬瓜柠檬有啊 有很常喝 但是一样也是会少糖或半糖这样子 对啊很多耶 我们大部分一颗 就是一天一杯咖啡只喝一颗啊 对一杯就20颗耶 吓死人了 实际将方糖堆起来成了一座小山 根据董事基金会数据 一瓶可乐含糖量约13颗 冬瓜柠檬一杯约含14颗方糖 而另外一样水果饮黑糖乌梅柠檬蜜 全糖尽含20颗方糖 只要喝一杯就会超过每日糖分 建议摄取量上限 绿茶红茶等等只要是无糖的 事实上都是可行的 那水果的部分是直接吃 会来代替其他的果汁部分会比较好 摄取过多糖分容易引发三高 和各种慢性疾病 夏天解渴新观念 不要看到水果就觉得健康 糖分才是得斤斤计较的地方 三群驴叫李安保台北报道